字幕收睇 終於要你去說髒話了嗎 你現在肯認了嗎 基於收睇的關係 我會繼續監察著Brian 不要說髒話 今天有單新聞 P4無端端被 你去香港玩完了 高達不用播 不知道 G Gundam 繼續數馬沙之反擊 墜落拉薩 另外SATA Gundam 官方說是因為太暴力 不適合戶外 沒有說室內不行 可能有些科學數據我都不知道 人在戶外 人在露天或室外 特別容易犯罪 特別容易受刺激 所以我經常見到一些在街上 如果他穿絕衣服 有身懷武器的人 又在戶外見到 我都會避忌 講開 Sensorship 中文是嗎 中文是嗎 就是 禁波 那類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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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過幾個片段 有些好笑的 他說 荷里活大概在1930年到1960年 至1970年 其實有很多事情都是禁的 例如強暴 對 都正老 始終是宗教 沒有說宗教 是ethic 但有件事很奇怪 女人的肚臍 其實很長時間是不給播的 因為當時連比堅尼都覺得 對 所以你見到很長時間 70年代之前 電影裡面的比堅尼 全部都是上腰遮到肚臍 有眾說紛紜 為何突然連肚臍都不給人看 但後來有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當時的電影大亨 即是 將很多事情都審查 至我審查 其中一個電影大亨 叫William H. Hayes William H. Hayes 他死了之後 有一天爆發出來 就是他的情婦 說回來 這個男人 為何他禁止肚臍 殺有戒事 原來他說 他在睡房裡面 他對肚臍是情有獨鍾的 本身的自己 因為他自己本身的癖好 就認為他人不應該看 因為他覺得這件事 屬於他自己的 也覺得很安裝 可能同事 他覺得是太過刺激 他本身因為他自己敏感 他自己很容易受到刺激的關係 他就覺得這件事要禁 我講完了 OK 多謝大家 當然 我們繼續都是 收機了 沒有話說了 好 有沒有觀眾有些事 其實我們還沒有答應 沒有了 大家都跟我們說再見了 好 拜拜 觀眾經常想說綠魔嗎 綠魔 好 沒有了 失去了 我要說綠魔 我忍不住 我要說綠魔 入隧道 入隧道 還未生 綠魔 神經病 還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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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明顯知道是誰說的 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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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少了